來吧 蘇西 美國新政府成立在即 特朗普輕典首位白宮女幕僚長 蘇西喜歡在後面 她不是在後面 其實幕僚長是首帝大管家 或者說我們叫大秘 國務卿 財長 房長 人選角逐激烈 最終花落誰家 奧布萊恩是唯一一位 沒有與他發生過激烈爭場的人 如果盧比奧變成了 處理中國問題的一把手 那對於中美關係 將是一個災難 鳳凰聚焦 特朗普內閣2.0 正在播出 歡迎收看華潤鳳凰聚焦 我是任任 自11月6號 美國大選塵埃落定之後 作為本次最大贏家的特朗普 當下最主要的事務 就是在明年的1月3日之前 完成對自己全新政府的組建工作 11月7號 他宣布了新政府的首位人事任命 由蘇西威爾斯擔任自己第二任期的白宮幕僚長 這也是美國歷史上的首位女性幕僚長 除此之外 其他重要的人員 比如國務卿 財政部長 國防部長等職位 各方仍在激烈的角逐之中 目前這些職位的大熱候選人都有哪些 特朗普最終又會選擇何人呢 讓我給你更加深深深深的感受 和索西威爾斯的工作 您做了 索西威爾斯 來吧 索西威爾斯 來吧 來吧 索西威爾斯 10歲的索西 曾在1980年 為美國第40任總統里根的競選團隊服務 她是美國史上首名擔任白宮幕僚長的女性 也是特朗普任命的首名內閣成員 她在聲明中表示 索西堅強 聰明 富有創新精神 受到普遍欽佩和尊重 那我覺得索西給他提供的兩個重要的東西 一個是情緒價值 因為特朗普是容易移動的 對吧 容易創活的 那麼另一方面是給重要的提供智慧和點子 其實末朗長就等於大管家 或者說我們叫大秘 就每天要跟總統見很多面 然後隨時處理問題 包括各方面的內閣成員要經常合作 經常聯絡 等於說他是一個總統和其他人之間的橋樑 非常重要 所以說末朗長一般來說 就是總統的親情人 就是總統必須是總統自己的 而且用得很習慣 很順手 CNN報導稱 許多希望進入特朗普內閣的人選 在大選結果出爐當晚 立刻購買機票前往海湖莊園 因為很難電話聯繫上特朗普 但他們仍試圖見他一面 早在8月中旬 特朗普就已經任命了 尤其家人和主要金主組成的 固渡團隊 競選勝利後 固渡團隊在佛州成立辦公室 負責內閣成員的背景審查及任用 他不會把原版人馬都弄回來 特朗普的這種2.0的這種政策目標 就是2.0版本的Mega 以Mega為標竿的這種政策目標 他就決定了特朗普在未來的四年 接下來四年他用什麼人不用什麼人 其實不是根據他的個人好物 或者是根據這個自己的政治路線的 親疏遠近 而是根據誰適合推行我的這個 政策目標來定 美國總統和副總統經由選舉產生 當選的總統有權提名內閣 並由參議院的表決同意產生 內閣由副總統 行政部門負責人和內閣級別的 其他官員組成 美國聯邦政府官員是由兩部分人構成的 一部分人就是咱們所說的公務員 聯邦政府官員還有一部分人 他叫政治任命官員 凡是政治任命的官員 都是決策級的官員 你比如說咱們熟知的什麼國務卿 財長 國防部長 這個都是 國務卿是美國最高外交政策官員 其地位要比其他內閣部長高 如果總統無法有效行使總統權利 或者意外身亡 依照繼任順序 國務卿排在副總統 眾議院議長和參議院臨時議長之後 在特朗普執政的第一個任期內 與首任國務卿蒂勒森關係由熱轉冷 後期甚至在社交媒體上公開解雇他 特朗普本來想請蒂勒森當國務卿 也是看到他在石油企業當中 大刀闊斧的裁員 降低成本的能力 就是說是想讓他來給國務院授身的 結果蒂勒森開始參與對外交政策的制定了 而且有的時候還和特朗普的意見很不一樣 所以導致兩個人有分歧了 因為特朗普是一個非常務實的政客 就是他的目標一旦發現 執行下去受阻 那他很快就會換 就會調整 現年62歲的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 被媒體稱作是一位務實的 多邊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 曾任奧巴馬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 而特朗普內閣國務卿大熱人選的 羅伯特·奧布萊恩 也曾任特朗普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 與特朗普關係密切 奧布萊恩是特朗普四位國家安全顧問當中 唯一一位沒有與他發生過激烈爭吵的人 那麼他在2018年至2019年期間 擔任特朗普的人質事務特使 奧布萊恩在布魯塞爾和基辅特別受歡迎 被視為共和黨內在北約和烏克蘭的 這個堅定的支持者 今年5月有消息人士透露稱 奧布萊恩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會面 此次會面發生在以色列與拜登政府 關係緊張之際 有媒體將此舉分析為 特朗普團隊正在提前與以色列政府 進行接洽 奧布萊恩不斷就拜登團隊的外交策略 展開批評 反正是拜登政府從外面 攻擊俄羅斯 嘗試把他們變成一個敵人 而花了他們的時間 嘗試抵抗英國 奧布萊恩的強硬一貫有之 今年6月他在美國外事雜誌發表文章 將中國視為最主要的 強大的軍事和經濟對手 提出美國太平洋外交 應該關注環繞中國的澳大利亞 日本 菲律賓 韓國等國 並幫助印尼 菲律賓和越南 建立武裝力量 甚至提出台灣每年軍費開支 佔GDP的比例仍然太少 該文章被評價為 奧布萊恩進入特朗普 執政內閣的同名狀 在國務卿候選人的特質上 對中國的取態受到重點關注 還有兩位有力競爭者 是比爾哈格蒂和馬爾科盧比奧 比爾哈格蒂在2023年4月 曾致信拜登政府 要求對華為雲 和其他中國雲服務提供商 實施制裁 有消息人士稱 特朗普或將任命佛州聯邦參議員 盧比奧為新任國務卿 就在那個美國和日本 安倍和特朗普總統關係 進入蜜月的期間 這個哈格蒂是衝在最前面 積極地推動美國和日本的外交關係 這個盧比奧跟特朗普關係 特別密切 而且他是反華仇華敵華的極尖峰 如果盧比奧變成了 美國新政府裡邊的 處理中國問題的一把手 那對於中美關係 將是一個災難 因為盧比奧參議員 對於中國有很多的偏見 而且想到的很多的方法 都是很極端的 而且不僅對中國很不利 幾位候選人都對中國持強硬態度 但對特朗普來說 除了對華的強硬態度 哈格蒂還有一項得以倚靠的優勢 是他與共和黨幾乎所有派系 都保持著牢固的關係 這能夠幫助特朗普 團結共和黨內各勢力 目前的共和黨正處在 一個整合過渡的時期 比如說這一次的選舉當中 我們看到一個非常獨特的現象 就是共和黨的一眾大佬 居然不去支持共和黨的特朗普 他反而去反對 甚至支持特朗普的對立面 那麼這個實際上 就反映出什麼呢 就是說特朗普作為一個新興的 共和黨內這種政治勢力的代表 和共和黨內原有的 傳統的政治勢力代表 他還是有一定的這種深刻分析的 比方說涉台的這樣的議題 對華的鷹派 華盛頓的這個精英圈 他們意料到特朗普 可能並不在意台灣議題 甚至有可能會把台灣給賣了 而這個是違背他們對華強硬的 這樣的一個策略了 所以呢很多時候 其實特朗普這個身邊的一些顧問也好 這個國會的共和黨議員也好 潛在地會繞過特朗普 去推進一些這個涉台的 或者其他特朗普 並不十分在意的議題的政策 美國已經給予我們 一個不準確的和強烈的規定 我們已經回復了 美國三權分立 包括行政權 立法權和司法權 在2024年的總統大選中 特朗普贏得寶座獲得行政權 同時共和黨也拿下參議院 和眾議院兩院的多數席次 獲得立法權優勢 掌握行政權和立法權的特朗普 會否導致美國的三權分立直衡失效 確實你看總統 參議院 眾議院 對不對 包括地方政府 包括最高法 對吧 聯邦最高法 基本都在他們手裡放著 都在他們手裡 那可以說這是美國這個歷史上 很罕見的這個集成統一的狀態 可以辦大事的狀態 從現在的局面來看 可能民主黨唯一可以使用的策略 就是在參議院用一下阻撓議事 這個Philibuster的這個議程 三權分立中的司法權 也會受到總統的個人意志影響 依據美國憲法第二條規定 最高法院共九位終身制大法官 由總統提名 經參議院通過任命 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中 有六名被媒體評價為 親共和黨的保守派 其中三位更是特朗普 在首個任期內親自任命 外界認為這會令特朗普 在解決司法問題時更得心應手 比如說大法官的任命 比如說在有關的議案的通過問題上 那麼可能在立法問題上 那麼它會聚焦聚力地去推動 就是Maximum最大化地來推動 它的一些在傳統建制派人士 看來是出格的一些舉措和改革 改動 那麼這種改變和改革 也必然影響到行政權 立法權 包括司法權之間的相互制行的結構 當美國總統在白宮西鄉的內閣市 召開內閣會議時 雖同為部門長官 但各部長的做事安排 有固定的禮儀次序 國務卿之後 分別是財政部部長和國防部部長 未來又會有哪些人選 可能走進特朗普的內閣 10月22日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年會在華盛頓召開 有記者向美國財政部部長耶倫 提問美元地位是否穩固時 美國財政部徽章 戲劇性地掉落在地 財政部長是總統的主要經濟顧問 是金融 經濟和財稅政策的關鍵制定者 管理國債 現任財長耶倫被外界普遍認為是割派 他曾表示拒絕孤立主義 全球性挑戰需通過加強國際合作和內部經濟改革來應對 目前 約翰·保爾森和斯科特·貝森特 是特朗普內閣的熱門財長人選 現年69歲的約翰·保爾森 在1994年以200萬美元起家 創辦了保爾森對沖基金公司 曾登頂華爾街最賺錢基金經理榜首 2007年其旗下基金最高的回報率高達590% 保爾森在今年4月為特朗普創辦了一個 備受矚目的籌款活動 一夜之間就籌集了5000多萬美元 是共和黨的大金主 保爾森在貿易問題上較為謹慎 強調美國絕對不能與中國脫鉤 中美必須建立良好的政治和經濟關係 並認為特朗普誓言要對華徵收高額關稅 是一種解決貿易不平衡的生意工具 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影響到這個特朗普總統和他這一屆政府對華政策 我覺得我們還是要拭目以待 另一位財長候選人貝森特 曾任索羅斯的首席投資官 他建議特朗普奉行333政策 到2028年將預算赤字削減至GDP的3% 通過放鬆管制刺激GDP增長3% 推動美國石油產量增加300萬桶每日 這個斯科特·貝森特這位是對沖資金經理 他和特朗普的這個很多的募款的團隊有非常密切的聯繫 而且他曾經擔任特朗普競選活動的非正式的顧問 據知情人士透露 貝森特私下會把協有經濟數據的小超遞給競選官員 以便特朗普在演講時引用這些數據和信息 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內選擇姆努欽出任財長 在出任財長前姆努欽也在金融行業有著廣泛從業經驗 且在特朗普更替頻繁的第一任期內閣中支撐到最後 可見特朗普在財長大位上更偏愛技術型官員主打務實 就在總統大選結果出爐第二天 美聯儲宣布降息 將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下調25個基點 美聯儲貨幣政策與總統執政方針長出矛盾 競選期間 特朗普更是多次抨擊現任美聯儲主席鮑威爾 指責其貨幣政策政治化 在大選前降息是為了幫助民主黨 令外界對特朗普與美聯儲之間的合作前景頗為悲觀 財長候選人貝森特還曾建議提名一位美聯儲影子主席 令現任主席鮑威爾在剩餘任期內喪失影響力 據CNN的選後報導 特朗普的一位高級顧問表示 特朗普很有可能繼續保留鮑威爾的美聯儲主席職務至其任期結束 雖然有可能隨時改變主意 但特朗普認為美聯儲正在推行降息政策 所以鮑威爾應繼續留任 在這個經濟變革的這個過程中得到 鮑威爾、北南儲的一些支持 這個是雙贏的選擇 是不是你該用那個經濟槓桿、金融槓桿的時候 你就降息對不對 然後我那時候我再有講減稅 再其他的刺激 共同把美國經濟搞上去 這才是雙贏的選擇 他首先推進的議程可能會包括取消中國的 永久正常貿易關係 而據測算這個操作實際的效果 相當於是對華提升關稅60% 當然了這個特朗普的整個任期裡面 一直都會時不時地去考量進一步 加關稅的這樣的可能性 或者給不同領域的產品 去增加關稅的可能性 我想這個特朗普 因為這樣的注重經濟安全的這樣的特色 會使得我們更多的在經濟方面受到衝擊 兩位財長候選人都主張扭轉 優化與中國的貿易現狀 在大選結果水落石出和美聯儲降息後 11月8日 14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 近年來力度最大的劃債舉措 增加6萬億地方政府債務限額 至換存量隱形債務 美國對華的一些貿易戰 關稅戰 這個壓力很大 如果迫使我們必須要關注內循環 我們可以進可以退 在國防部部長一職上 現任防長是71歲的勞埃德奧斯汀 是美國第一位非裔國防部長 他支持與中國軍隊加強技術競爭 強調盟友和聯合行動的重要性 佛州國會議員邁克沃爾茲 和阿肯色州聯邦參議員 湯姆科頓是後任防長的潛在人選 前國務卿蓬佩奧曾被媒體列為 防長人選之一 但特朗普選後表示 不會邀請蓬佩奧加入政府 分析指出 蓬佩奧因在共和黨內總統初選時 與特朗普競爭 因而無緣加入內閣 美媒指出 特朗普看重國防部長的忠誠度 在其首個任期內 前國防部長馬蒂斯曾是內閣寵兒 但在建立太空軍 禁止跨性別軍人服役等問題上 與特朗普分道揚鑣 馬蒂斯的繼任者埃斯珀 後期也在維護各州治安 和北約關係等議題上 與特朗普鬧翻 特朗普第一任期裡面 他希望能夠找非常專業的 這樣的部長 以使得他這個政策政治新人 不會因為團隊的不專業 而在政策上丟分 但是第二任期 他已經完全沒有這樣的顧慮了 因為他已經走過一遍這個流程了 所以忠誠度變成了最主要的考量了 這四年來 四年的在野生活 使得他讓美國在偉大的一些主張 變得更加的激進和更加的極端 Mega 2.0 從內政到外交各個政策取向上 他是更激進了 而不是更溫和的 這個方向之下 他的新內閣成員 就會比原來更激進 而不是更溫和 特朗普對內閣成員的激進要求 在房長一職的潛在人選上 也可見端倪 邁克沃爾茲是眾議院重要的 對華鷹派人物之一 在他共同發起的各類涉華法案中 包括旨在減少美國對中國礦產依賴的措施 他還曾在個人社交媒體上聲稱 國會議員拿到的防護裝備是中國製造 他還留言稱 我們必須讓製造業回到美國 11月12日 有美媒報導稱 特朗普正在屬於沃爾茲 出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 作為退役軍人 沃爾茲對戰爭態度強硬 特朗普總統如果說的做到 就是他不想通過戰爭 來實現美國的戰略目標的話 他怎麼處理跟特朗普總統 現在公開強調的 不會利用戰爭為手段 來解決美國面臨的問題 怎麼能夠協調好 所以呢 所有這些重要的因素 都是我們這幾天 這幾個禮拜要密切關注的 據消息人士指出 另一位國防部長人選科頓 也已經離開國防部長的競爭 預備投入參議院議長的選戰 在特朗普的內閣成員人選討論中 包括科技大亨馬斯克 和獨立總統候選人小羅伯特·肯尼迪 特朗普曾在競選期間 提議馬斯克設立政府效率委員會 也曾許諾小羅伯特·肯尼迪 負責公共衛生部門的崗位 馬斯克現在據說 就即將成立一個委員會 將會非常的權力非常大 卻非常大去整合美國的資源 然後精兵檢證 然後也為特朗普省錢 同時也提高效率 值得要指出的是 並不一定需要去擔任具體的位置 有些人他影響政策 只要有渠道就可以了 比方說像羅伯特·肯尼迪 他可能並不一定會去擔任 一個部長的職位 但是他希望能夠直接 對部長發號施令 更像是在特朗普身邊 能夠直接參與決策 但並不一定需要去落實 去幹活的這樣的決策 這樣的人可能會比較多 由美媒將當前特朗普 決定內閣成員的過程形容為 海湖莊園裡 電話鈴聲響成一片 特朗普的人事安排 已經演變為一場戰爭 這並不只是一場戰爭 在某些角色上移動 人們被拒絕對其他人 在重要的領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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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看到 接下來幾天和幾星期會很興奮 而且有效的 據CNN主持人凱特林克林斯在海湖中原裡的觀察 他認為目前特朗普內閣人選的競爭情況 每幾小時就會發生變化 棕櫚攤上有意向成為特朗普內閣的人隨處可見 隨著2025年1月20日就職典禮的臨近 特朗普的內閣人選將在今年內出爐 除內閣外 還有近4000個政府職位須帶指派 11月10號 特朗普宣布任命有邊境沙皇之稱的湯姆霍曼 主長邊境事務 11號他又向媒體表示 他將提名紐約州眾議員埃利斯·史蒂芬尼克 加入他的新政府 擔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目前來看 他的新內閣成員基本都是忠誠的終生代 不僅如此 特朗普早已在上週贏得大選之後 分別和紫聯斯基以及普京進行了通話 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 特朗普新政府都在緊鑼密鼓地快速成形當中 未來四年是特朗普的最後一個人期 他這一次攜三拳在手滿血復活 全球都會將一同面臨特朗普衝擊波的影響 感謝收看華潤鳳凡聚焦 我是任任 下期再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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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